香港仔拍檔分校 你好,我是TOM 我是香港仔拍檔分校的古導師 我入職應該有兩年時間 入職後已經找到可觀的收入 我想最主要是勤力 因為我平時都放了幾多時間 在朋友身上 我想一星期有六天的時間 都在朋友身上教學生打鼓 雖然我有些私人工作 但我想我真的放了幾多時間 在朋友身上 所以找到學工的收入 教學生的心得和難忘的事 有啊有啊有啊 難忘的事就是 我有一位學生是聾的 不是說真的聾了 我忘了左邊還是右邊的耳朵 有一隻耳朵是聽不到的 右邊我沒有記錯 它只剩三成 平時我和它溝通 它是需要帶著助聽器 如果不是的話 它是很難聽到我說的 其實跟它上課的時候 會有一點障礙 因為我們打鼓 有時會需要播出音樂 去跟它玩 但它又跟我說 當我播放音樂的時候 它聽的音樂是會慢一點的 變成它是很難去打得準的 它會有一點點延遲的 其實這件事我發覺 那怎麼辦呢 但它又很堅持說 我要照學 我跟它商量一下 不如帶個藍牙耳機 即是現在伸出那些 放在耳朵裡面的母線 那些 我跟它一人一半 這樣去聽 那 帶了那個之後 它又反而是做到 它反而做到 可以聽著歌去打鼓 所以我覺得它是很堅持地學打鼓 而且它年紀不是很大 可能是十歲 好像十三歲 我覺得這件事很難忘 音樂教育的期望和目標 我想我當了老師之後 其實我會不單止想教識我的學生 如何玩這個樂器 反而我更加想它是可以學懂 如何去欣賞音樂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人 他們對音樂或者對樂器的認識 其實都不是很完善 在現在 有很多可能是我想學一個樂器 或者可能是因為家人不想他們學 又或者可能被見朋友學 他又想學 但其實我比較想的是 不單止是他們學懂一個樂器 他們可以更加去欣賞到 其實音樂背後有很多事情發生了 不單止是樂器上的知識 可以教他們如何欣賞不同的音樂 拍靈團隊給了什麼幫助 支持 我想最主要都是收新學生 和上補堂的時間 因為有時候我們做老師 可能教完一個學生 下課後 立即很緊接有另一個學生 已經在外面等著你 立即上課 其實變相中間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時間 可以跟你上一個學生 去談一談補堂 或者是可能有些學生 需要調時間的時候 其實你是很難有時間 可以立即面對面 跟他們溝通 什麼時候要有時間 什麼時候補堂 這個時候 很需要拍靈的同事 幫忙 跟學生去談 你想調什麼時間 或者你想約什麼時候補堂 這件事很重要 我覺得拍靈的宣傳是做得不錯的 然後他們收學生的速度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 都幾快 因為我想可能平均 其實一個月內 都會有兩三個 甚至四五個新學生 來給我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好 另外有件事都很好 就是會買買外賣 因為有時可能多學生的日子 可能真的不說 早到晚上都沒有時間吃東西 可能真的會 拍靈的同事就很好 他們都會買外賣給我吃 好像照顧我保母的角色 他們都會做 給一些心得上入行的新人 心得又不是什麼心得 一些個人經驗分享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第一件事是要有耐性 因為其實我最初都未是很知道的 因為我慢慢教得多的時候 我發覺其實耐性很重要 你可能一堂半個小時 或者四十五分鐘 我當你 其實你是未必會一時三刻 就立刻可以教得懂學生 去玩這件樂器 你是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 他們是一張八字 什麼都不懂 教他們慢慢開始 咦 開始上手了 或者去到後面 咦 喜歡這件事 其實是 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 我覺得 並不是真的 可能一個月 或者兩個月 就可以令學生有這個想法 所以我覺得 耐性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 我覺得要準備好教材 因為我發覺不同老師都有不同的教學方法 你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是怎樣說你是最舒服 或是怎樣令學生最容易去明白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準備好自己的教材 你才可以有方向 可以一層一層去講解給你的學生知道 我認為最大的分別是他們的鋪位 我覺得選得不錯 因為我眼見 我自己在香港仔的分校都教 或者其他分校 他們選擇的地方 通常都是一些商場 或者是一些商業的大廈 比較容易找一些 不會去到很偏僻 或者是藍穩一點的地方 這件事我覺得挺好的 因為我們導師可能去就方便 學生來就更加方便 不需要長途拔恕地來 另外就是我覺得 拍檔的導師群挺大的 因為我做了拍檔的導師之後 我跟朋友吃飯 或者跟前輩聊天的時候 我都發現他們在拍檔是教過的 有些是現任 有些是曾經教過 這件事我覺得挺神奇的 咦? 原來大家都在拍檔 曾經都有過一官半職的 另外 我覺得那些導師的氣氛挺融合 因為平常想下課見面 聊聊天 或者吃飯 出來玩玩也會有 我覺得氣氛挺融合